法轮功现象引起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关注 澳洲哲学博士林小辉以社会科学研究方式 从气功与人体功能到法轮功迅速发展的原因 以及法轮功红传世界对于各个民族带来的影响 系统整理出书 选择在台湾发表面向全世界华人 提供了解法轮功的另一途径 多位跨领域专家学者一字排开 为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林小辉的新书站台 这本以学术架构探讨法轮功发展的新书 书名叫做《万迷之明》 法轮功被打压了12年 几乎所有华人都知道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客都知道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知道 但没有一篇文章来认证法轮功是好的 曾经获选为中国的三好学生 还差点成为党委的接班人 后来林小辉留学海外 发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黑暗面 选择退出共产党 学习机械出身 却在接触气功之后 林小辉跨领域转行 成为哲学博士 就从学术这个角度来谈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那么它的由来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原因 我就在我的这个里面说了 说了 包括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发表会语谈人 宜兰大学生物基电工程学系教授徐凯雄 也分享了针对法轮功是否能驱病健身 所做的调查报告 显现的经验结果 以抽烟为例 18个人有抽烟 200多个案例有 18个人抽烟 全部戒了 全部戒了 而且更神奇的是在哪里 它平均戒烟的时间 不到7天 4点几天 有太多的不解之谜 就如同哲学不断探索的议题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这些令人困惑的谜题 或许能在这本名为万民之谜的书中得到解答 新唐亚太电视 蔡赵宇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